网销的各位学员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税法这门课程 实体法的叫做非主体税的学习 那从第六章开始 咱们所涉及到的 那一直到我们的第十一章 六至十一章 要是说从章数上来讲好像并不多 但是呢从我们的税种上来讲 有多少个呢 现行实体法是十八个税 我们前面呢学了四个主体税 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所以剩下呢还有十四个税 这样呢我们把十四个税集中在这个六至十一章 那就意味着每一章它不会是仅有一个税 有的可能是两个税一章 有的可能是三个税一章 这样呢咱们在后面的这个学习当中 给人感觉好像是轻松了一些 那加起来我们这十四个税 一共加起来多少呢 今年教材呢是一百一十二页 相当于这十四个税 和我们前面的一个增值税的业数差不多 当然从考试的这个分值上来看呢 那咱们这个十四个小税种 他从考试的一般情况来看 以选择题是为主的 其中呢像土地增值税 一般会有一个叫做计算问答题 但是我们去年的考题里面啊 像这个环境保护税 资源税都分别出了像计算问答题 所以呢整个的这十四个税 如果从分值上来讲平均是吧 平均呢它应该是在二十五分左右 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个十四个小税的时候 那我们要有一个啊这个前提的就是心理准备 那就是说这十四个小税 它虽然的难度并不大 但是呢它的一个特别的重要的特点 就是非常的细税 因为每一个税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法的税种 它都有我们前面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 这些啊叫做税法的构成要素是吧 那么每一个税的构成要素 它是具体的内容肯定有差别的 那它所起的这种调节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这些要素有时可能感觉有点相近 容易这个混淆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学习这个小税种啊 那我们成为非主体税是吧 简单的啊要更简单的概括就是小税种 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呢就是 一定要一边学一边进行归纳和总结 这个归纳和总结就是把我们给大家讲的 这个讲义上的一些细节 你可以呢给它转化一下 转化成更简练的语言 那我们讲课当中不能说 都用那种是吧大白话顺口溜啊 那我们不能够这样写讲义是吧 但是呢你自己总结的时候 是可以呢用简单的关键词一两个字 给它概括啊某一个点的规则和要求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建议就是 每一个税种学完了啊不是每一张啊 每一个税学完了每个税呢应该有一个总结 那我们在多年的这种啊这个培训和辅导当中 会看到很多同学那就是在小税种的学习当中 平时特别注重归纳和总结 因此一个税一张表或者说呢啊做一个特别大的表是吧 把这14个税都放到里面 当然这个有点太大了 这样我们建议大家有一个税一个表 你把里面的相关内容啊用自己的语言给它总结进去 好这样等到你最后进行这个考前冲刺复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太有用了 因为你自己总结的表里面会有相应的那比如说符号啊 或者说啊标注的颜色呀 它在你的脑海中会留下深刻的记忆 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在考场上有一些记不起来的 记不清楚的回忆我们自己的这种归纳和总结 会有更深刻的记忆 好这样咱们在学习当中的14个这个非主体税 那我们进行分别的内容的介绍 那在第六章里面就要涉及到的两个税 叫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烟业税法 那么这两个这个内容呢虽然确实不多 加起来才不到10页的内容 那从我们考试的情况来看呢 分数它确实也不多 那一般来讲也就是在超不过4分5分的 而且呢它主要都是选择题 单选啊或者是多选 那在个别的时候它会结合综合题 你比如说城建税啊 它会结合这个综合题 但是呢它的前提条件是你的主税要计算正确 那这个城建税作为附加税才有可能正确 所以总体来讲呢 那就是它作为客观题的得分难度并不是很大 我们今年这一章在教材上它的名称就是两个税 所以呢应该是两节 另外还加了叫做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两附加是吧 那这样呢我们把这个结构啊稍微的调一下 附加费它应该不是税 所以呢写在了我们的这个本章最后 这样呢我们把它稍微提前一下和城建税呢挨在一起 好那这样呢在今年的这部分的教材内容中 虽然不到实业的内容 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的 比如说对城建税的扣脚义务人 它有了这个更加细致的具体规定 最主要是这个叫计税依据的基本规定 它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呢作为这个具体规定 具体规定特别是涉及到我们增值税里面 有这个留底退税吧 免底退税吧 减免税额吧 它到底跟城建税是什么关系 所以这块有了一些更具体的规定 以及呢跟这些具体规定相关的啊 它的税额计算的公式 以及这个举例 应用举例 所以在整个的城建税当中 是有一些新的变化 而且是比较重要的 其他的没什么变化 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咱们的第一节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那作为这个税从名称上 给我们的感觉 它好像是用于城市维护和建设 实际上呢 这个作为税收嘛 公共财政的收入啊 它是有着这种公共财政的统一安排的 好那我们说这个税谁来交 有没有扣缴义务人的规则 那我们作为第一个知识点给大家来做个介绍 它是一般考点 所谓的城建税 那它就是对从事生产经营 缴纳增值税 缴纳消费税 这是我们两个流转税里的主体税 对所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征收的一种叫什么呀 叫做附加税啊 所以它这个目的 好像给我们感觉是用于城市维护和建设 是吧 那这样呢 你只要是交了增值税 交了消费税 那是我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些纳税人 或者说单位 或者说是个人 是吧 那你交了这个增值税或者消费税 两个里面只要有一个 或者说他们两个你都交 这个时候你就要作为这个纳税人 也要对城市维护和建设来做贡献 因为你享受了这个城市快速发展 是吧 所带来的这种公共利益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你除了交增值税消费税 还要交他们的这个附加税 那我们这两个税呢 还执行的就是最早在1994年 咱们来设定的再行条例 虽然后面进行过修订 是吧 但是呢 它的最基础的还是原来的条例 所以它还没有正式立法之前呢 咱们这个附加税 是吧 这个承建税 已经在2021年的9月1日 它是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的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开始实施了 好 那在这个承建税上 我们简称承建税 它有几个特点一般了解一下 那首先呢 就是它是一个附加税 所以这个税我们后面会提到 它的纳税人 它的这个 计税依据 都要和主税密切相关 它自己是没有独立的纳税人 和计税依据的 第二个 那就是这个税 它是采用叫做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是吧 你要为城市维护和建设做贡献的话 那当然 你在城市 你享受的公共资源多 你就要多做贡献 那你要是在县城 是吧 或者说在更远的地区 你就可以相应的少做贡献 所以它采用的是按地区 来设计的差别比例税率 另外呢 它征税范围特别广 因为你只要交了增值税消费税了 就都得有这个啊 承建税 这个附加税 所以了解一下 它的这个特点之后 我们来进入具体的要素内容学习 首先那就是承建税的纳税义务人 刚才说了 那就是在我国境内交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那也就是说只要你交了增销 那我们简称叫两税就要交承建税 但是有没有特殊的呢 也有 你比如说我们进口的货物 要在进口环节交关税 是吧 同时呢 要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如果是应税消费品 还要交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不过进口环节的增销 它是海关征收的 是吧 那这样的话进口货物它没有享受我们国内公共设施 所带来的任何的这种公共福利 所以呢 这样的进口货物它即使是交了进口增销 它也是不交承建税的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那我们在考点的选择题选项里面经常能够遇到这个内容 好 那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境外单位和个人 是吧 它呢 向境内销售 它本身是境外的单位和个人 是吧 这样呢 它有向境内销售的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那我们在增值税里面可是讲过的 是吧 增值税里说了 那就是什么叫增值税的境内 不是说你纳税人肯定在中国境内才叫境内 而是说呢 你提供的这个劳务属于发生在境内的 这个纳税人他没在中国境内 他是境外的单位和个人 一样要交我们增值税 那这种情况他要不要交成建税 这种附加税呢 那这很明确 那这是不征收成建税这个附加税的 所以不征收里面涉及到进口货物 交了进口增销 不交成建税 那国外的海外的这个境外单位和个人 他交了我们在中国应该交的增值税 因为他发生了咱们的境内的 应税行为 但是呢他也不用交成建税 好的这两个不交的特殊情况提一下 是吧这都是跟涉外有关系的 那我们再提一下的就是扣缴义务人 只要有增值税消费税扣缴义务的 那你在扣缴增销的同时呢 也应该就成为成建税这个附加税的扣缴义务人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要提一下 如果说是委托代征叫做代扣代缴或者代收代缴 或者说是预缴补缴等方式 只要你涉及到了增销这两个税都应该同时来这个扣缴啊 叫成建税 所以呢扣缴义务人那就是有两个主税的扣缴义务的 当然特殊情况除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增值税是吧 境外单位那你在中国境内要交增值税 那谁来给他交啊 不可能他自己专门过来去交税 所以呢往往是由支付这些这个项目的境内的单位 或个人来进行扣缴 所以境内的单位和个人你扣缴增值税的时候 他是不用扣缴成建税的 因为他们没在扣缴税的这个纳税的范围之内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扣缴税的第二个知识点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扣缴税的税率计税依据 以及他们相承提到的税额计算 好那作为一个年年考试必考的这个扣缴税的重要知识点 我们先来说一下扣缴税的税率 刚才提到了那他是按照纳税人所在的地区 分为叫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所以这个税率目前来讲呢 他就设了叫做三档不多 这样的三档是我们必须要记的 那也就是说根据纳税人所在的这个地区 是市区的7%是县城镇的5% 如果不在以上两个地区的就是1% 所以是751的这个税率 那这样的这个税额计算 一般呢在我们综合体里面 要是考主税涉及到了附加税 他肯定就告诉我这个纳税人的所在地了 那只要告诉你所在地了 那就意味着他是暗示你纳税人的税率 但不会告诉你 所以税率751 这是要我们必须要熟记的 同时说到这个税率的时候 还要提一下 纳税人他的所在地 决定了承建税的税率是7% 5%还是1% 是吧 那什么叫做纳税人的所在地 所以这块我们也要指出 那就是这个所在地 主要指的是生产经营活动的 是吧 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这个地点 因此呢 这个具体的地点 应该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来具体的确定 如果说这个行政区域有变更了 比如说他原来就是一个县 是吧 现在呢变成了县级市了 身为市了 那原来是县级5%的承建税税率 现在呢被提升为县级市了 它变成市 那就是变更完成的当月 这样呢来相应的调整 它的这个承建税的税率 是吧 好的 那我们关于这个承建税的 试用税率 还要提一下的就是扣缴义务人 那你要进行承建税扣缴的时候 到底是按照纳税人所在地的税率 还是按照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率 税法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应该按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 适用税率 比如说我们的消费税 讲到委托加工业务 代收代缴消费税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看扣缴义务人在哪 选择他所在地的税率 来扣缴承建税 那比如说我们增值税 它也会涉及到有的业务 有扣缴义务人 当然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境外单位和个人的以外 也有扣缴义务人的 所以选择一定是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 适用税率来扣缴承建税 好的税率我们已经说了必须得记住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承建税的寄税依据 刚才提到承建税它是一个附加税 它没有自己单独的这个寄税依据 所以它的寄税依据呢就跟着增值税消费税来了 那到底是谁呢 那我们在这特别强调是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税额之和 所以是十纳两税税额之和 不是应纳 不是应纳是十纳 这个十纳怎么去理解呢 那我们在今年的教材上 这部分呢是增加了公式的 所以我们说在寄税依据这儿是我们本章可以说变化今年最大的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那就是用你应纳的增值税 不过应纳里面呢可能会涉及到有享受这个税收优惠的 能够叫做直接减免的 那你就要把它给刨去嘛 同时呢也要考虑在这个应纳增值税的形成当中啊 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叫什么呀 叫做免底的增值税 这为什么叫特殊啊 因为它只是在出口的时候 出口业务里面是吧 那我们有一个增值税的第二章第七节 讲到增值税的出口业务的时候 提到了叫做免底税额 那我们给大家当时介绍 免底税额 你如果说从简单的这种倒计方法上来讲 是吧 我们画的钉字帐 就是倒计出来借方的那个差额 是吧 那如果说从它的实质意义上来讲呢 那就是出口业务 是吧 那它实际上出口企业不是全都出口业务 在这个月里面它有出口业务 它也有内销业务 那这个内销业务相应应该交的这一部分的增值税 所以它应该对内销的这一部分要交的成见税 涉及到了叫做免底税额 那么这一部分呢 它这个免底税额是吧 它呢 虽然没有直接让你去交这个增值税 因为免底退税里面 它是最后退税的 但是这一部分涉及到内销业务要交的增值税 那么它也应该交成见税 所以这部分的免底税额要搁在我们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的这个计税的范围之内 好 那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就是叫留底退税 是吧 留底退税 对我们今年在增值税这一章里面讲的新增的还挺多的 有增量留底退税 有存量留底退税 那么总而言之这部分呢 是在增值税里面 对吧 不应该交的 好 那对这一部分的留底退税额 可以说它在计算的时候 是一个相对挺复杂的是吧 那么这一部分留底退税 是你以前交了的一个减项 所以要在你的实纳增值税税额里面 把它进行扣除 那么差额剩下的才是你实纳的增值税 它作为成见税的依据 所以在我们现在确定成见税依据这个实纳增值税里面 那你要考虑的比原来更多的呢 就是要有这个叫做留底退税 包括增量的存量的留底退税 那同时呢 还要考虑到免抵税额 他们在这个实纳增值税里 一个是加项 一个是减项 至于说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在我们原来就规定 它是不交成见税 好的 那除了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还有实际缴纳的消费税 这两个实纳税额 作为成见税的寄税依据 那这个实际缴纳的消费税是比较好处 比较好处理的 那就是应该缴纳的消费税 减去直接减免的 那我们从前面的学习当中可以看出来 直接减免的消费税 它很少有相关的规定 所以最麻烦的还是在这个增值税这 因此呢 我们就需要具体的说一说 关于这个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的一些要求 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内容 首先那就是两税的税额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实际缴纳的消费税 它里面不包含谁 不包含进口后交过的增值税 消费税 它确确实实是咱们纳税人交的 但是不在承建税的计税依据里面 以及境外单位和个人 像境内销售的 像这个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他们要交的这个增值税 他们是不交承建税 因此在两税的这个实纳税额里面 它本身就不包含这两部分 不包含的 那要是有 它已经寄进去了 你要给它剔出去的 因为我们在考试的题目当中 它可以这么告诉你是吧 它总共交了多少增值税 其中包含在海关进口货物室缴纳的 那它是不在承建税计税依据里的 所以要把它剔除的 好 那我们再接着说 对于刚才这个增值税 实纳税额当中 那个公式里面 还要这个减去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消费税 消费税十纳税额里也是有减去直接减免的消费税 这样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是可以作为减项 是吧 它是作为咱们的啊 税额的扣减的 但是这里面提到了 不包括实行先征后退先征后反急征击退办法的两税税额 那也就是说 你要是实行了先征后退先征后反急征击退的增销税额 这部分呢 它是要交承建税的 这个是要交承建税的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又提到了 关于 实纳增值税税额 那里面不是要加上年底的税额吗 所以刚才免底的税额啊 它实际上呢 不是扣减啊 它是你实纳增值税的加项 是吧 实纳增值税的加项 我们现在不是说它应该加还是不应该加 我们说的是它作为加项什么时候加 这非常明确 那就是对增值税免底税额征收的承建税 纳税人应该在税务机关核准免底税额 注意 核准免底税额 因为咱们增值税的那个纳税申报表里面啊 它是没有这一项 没有年底税额啊 所以它需要税务机关核准 核准的下一个纳税申报期内 注意 它是下一个纳税申报期内 比如说税务机关核准 它是在4月份 这是4月份的免底税额 这是税务机关核准 是4月份核准的 因此呢它在下一个纳税申报期 那就是5月份 在5月份的纳税申报期内呢 它才需要去交承建税 所以这样的内容我们后面会有相关的例题给大家举例 好的 那我们在10纳增值税 这个税额 是吧 作为承建税的计税 依据这个10纳税额里 还提到了一个叫做10纳增值税要减去留底退税额 所以这个留底退税额呢 它是10纳增值税的叫什么呀 是一个扣减项目 是吧 扣减项目 不是加项 不过在这个留底退税额这 我们又给大家进行了特别明确的要求 比如说提到了 这个留底退税额 它仅允许在增值税的叫什么呀 一般计税方法下 一般计税方法下 你才能够从这个增值税的10纳税额当中减去 然后作为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那你说增值税的计税方法是不是有一般和减一呀 那大家可能马上就想到 小规模纳税人是减一计税 所以小规模纳税人不能这个扣减留底税额 其实小规模纳税人本身他就没有什么 咱们一般意义上的留底税额 他都不实行咱们说的增值税 消向减进向的一般计税方法 所以这里更多的说的就是 本身作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他一样一般纳税人也有使用减一般法和一般计税方法 所以只有在一般纳税人的一般计税方法下 才有可能把这个叫做留底税额 从你的实纳增值税里减去作为成见税的计税依据 而且呢如果要是扣减不完的 还可以在以后的身贸期里继续来进行扣减 我们后面会有相关的例题 好的这是一个是针对这个一般纳税人 而且只能是一般计税方法下 才能够把留底税额 给他从你的实纳税额里面扣减 这样呢就减少了成见税的计税依据 那如果说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呢 小规模纳税人你说他根本就不实行一般计税 他在这说他干嘛呀 因为我们增值税的这个小规模和一般纳税人的划分 是吧咱们在讲增值税的时候提到过 他是现在的标准 现在什么标准啊 500万 年营税交出过500万 这个500万吧 他不是一直就用500万的 我们是从2018年5月1号以后才实行的 那在此之前 这个纳税人他已经存在了 那个时候是什么标准呢 那个时候是50万 80万 看你是制造业是吧 还是这个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只有银改增的他才是500万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前面这两类 他以前已经是一般纳税人了 是吧 后来从2018年的5月1日都改成统一标准的 这个500万才是一般纳税人 所以呢 这样的一般纳税人 他就可以叫做转回成为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是吧 所以这块我们说的是这样的 原来当过一般纳税人 所以呢 你以前按照一般计税方法 这个交过增值税 但后来呢 你又进行了什么更正啊 查补啊 是吧 更正查补 以前指的是18年5月1号以前 你所涉及到的这个增值税的 这种情况下 他的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是允许扣除 叫做尚未扣除完的留底退税额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按一般计税方法的 你有留底退税额的 那你还可以在现在 承建税的计税依据里面 增值税的实纳税额把它给减去 好 这样的都是非常细的 也是针对一些比较少部分的纳税人的 所以在我们考试当中 我想大家主要还是第一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这样呢 作为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那就是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额 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些特别具体的要求 特别具体的这个变化 好 那针对上面留底税额的是吧 两个具体的要求 那我们在这也想说一下 那就是留底的税额 它并不是说你什么时候算出来 是吧 留底税额就给你退税的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 像那个免底的税额 它什么时候是需要计入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那也就是说需要把它在 10纳税额里加进去 那我们现在也得说一下 咱们叫做留底退税额 这不是可以从承建税的计税依据里面 作为10纳增值税是减项吗 那它什么时候可以减呢 是吧 这样的它的具体时间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的要求就是纳税人自收到留底退税额 看好了啊 这是收到留底退税额 不是你算出来的那个月 那一定是你实实在在的收到那个月 比如说我们收到那个月呢 是几月份收到呢 是4月份收到的 这样呢 4月份收到了留底退税额 从那时候开始 可以在以后的纳税申报期 那就意味着 没有说在下一个 那就意味着它在以后的这个纳税申报期里面都可以 比如说你记录4月份的是吧 你记录5月份的 这都可以 但是一般来讲呢 那你可以就直接各在4月份 也可以各在5月份 好的这样的话 关于这个留底税额和免底税额 它什么时候作为承建税的 计税依据的加项和减项这个时间 我们后面都有相关的例题给大家 好那说到这个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我们还要说一下它一些叫具体要求 这个具体要求咱们以前的规则里面就都有 考试中呢也多次都出现过的 比如说增销两个税 它要是被查补和被处于处罚了 那这种情况下等于增值税消费税 你该交的时候它是没有交的 那就意味着当时你该交的承建税 它也是没有交的 所以这个时候对增销要进行补税和罚款 对承建税一样也要进行补税和罚款 所以两税补罚承建税也要补罚 这就是我们的减数的要求 但是呢两税的质纳金和罚款 看好了这个质纳金和罚款 是对增值税消费税的质纳金和罚款 它是不能够做承建税的计税依据的 是吧 所以呢承建税的计税依据里面 可以有谁呀 有增值税消费税的税额 有增值税消费税的补税额 但是呢不能有增值税消费税的质纳金和罚款 另外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那就是进口环节征增值税征消费税 但是呢是不征承建税的 那么如果说出口环节退增值税和消费税呢 我们在增值税第二章 消费税第三章都说到出口退税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承建税也跟着退呢 那是不退的 因为你这个出口的货物 就是在国内是吧 进行生产的 使用了当地的这种公共资源 所以呢 它是不会给退承建税的 那我们在这呢 还想提一下 也是今年教材当中要补充的一个 就是在退税的环节 因为纳税人多交了什么 多交了增值税消费税 这样呢 增值税消费税因为多交了 比如说它是属于这个减免税的项目 所以呢 它原来交了 现在呢是可以给退回来的 这个时候是可以退还承建税的 因为多交了这样的 比如减免税的增销 那对应的你多交的承建税可以退回来 但是这块说的非常明确 那就是由于先征后反 先征后退 急征急退 是吧 这个时候你交了的增值税又返回来了 又退回来了 那我们说过像这个增值税的 是吧 叫做先征后反 急征急退 法定税付等等 这些规则 比如说你是法定税付为3% 超3%的急征急退 退回来的这一部分增值税 他所对应的原来交过的承建税 他所对应的原来交过的承建税 那个是一般不予退还的 因此只有这个因为减免税而退税的 这个增值税是吧 减免税了所以呢退回来了 对应的承建税也可以退 那要是先征后反 先征后退 急征急退 这个增值税这样可以退回来 承建税是不能退回来的 好 那关于这个计税依据的具体要求和一般要求 尤其是咱们原来就已经有的具体要求 那我们在以前年度的考题里面多次出现过 是什么样的一个命题思路呢 那问的就是关于承建税的税务处理啊 哪些是符合规定的 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比如说提到了A选项 说的就是承建税 它的计税依据的确定办法 由国务院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就打一个问号 你这个没说具体的计税依据啊 那注意它是单项选择题 从基本的规则上是对的 因为承建税它是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了的 因此呢 它的具体办法呢 那就不能够再由人大来具体制定了 是吧 法是人大制定的 而它的叫做具体确定办法呢 那就应该是下一集 那就是由国务院是吧 依据法律行政法规 然后呢要报人大常委会备案 所以原则上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要确定它是正确的 还要往下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B选项是退还出口产品的增值税 同时应该退承建税不对 进口不增出口不退 好 C选项海关进口产品代征消费税 同时要代征承建税不对 进口不征出口不退 我们反复强调 好 最后D选项 实行增值税 叫做期末留底退税的纳税人 不得从承建税寄税依据中扣除退还的增值税 那我们刚才说了 实纳增值税里面 你这个留底退税是不是减项 是吧 它是减项 那免底退税它才是加项 所以它是减项 当然就是可以扣除 这是说不得扣除 错的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 那就是印证了我们刚才对A选项的分析 所以我们就选出了唯一正确的A选项 好的 那在计税依据的这个有关规定当中呢 那我们像这个进口出口的也是多次考过 不过有的时候是作为多选题 那你就要特别的慎重一些 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列举一个 近几年考题当中出现过的多选题 就问你计税依据的表述哪个正确 A对出口产品退还增值税的同时退还 出口不退是吧 好 B选项 纳税人违反增值税法的规定 被加收的质纳金要寄入不对 增销的质纳金和罚款啊 都不能作为成建税的依据 它只能是税额所依据 好 C选项 纳税人被查补消费税时 同时这个对查补的消费税 要补交成建税 没错啊 是吧 两税你当时没有交 现在两税要补 成建税也是要补的 两税要挨罚 成建税也是要质纳金和罚款的 只不过两税的质纳金和罚款 不能做成建税的依据 好 最后的D选项 免征两税 应该同时免征成建税 因为成建税作为附加税 它自己没有什么单独的减免 这样呢 我们的正确答案 就选择了C和D选项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是 这个有了成建税的计税依据 那我们肯定要运用这个计税依据 来算算税额 尤其是这个计税依据 咱们在今年的这些 变化性的内容 新增的内容 就特别容易有命题 所以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来列举这么一个小计算 说的是位于某市区的甲企 很明确 成建税的税率呢 就应该是7%了 那告诉你呢 它在去年10月份的申报期 享受直接减免增值税的优惠以后 申报了这个应纳增值税是60万 你都已经直接减免了之后了 是吧 那就相当于把直接减免的 给它该扣的扣了 所以就不再考虑没扣的 但是这里面不包含 先征后退急征急退的 这是很严谨的 好 现在又告诉我们 这是10月份申报期里面 有了什么呢 有了9月份已经核准的增值税的 免底税额是10万 其中呢 有出口货物的6万 有这个零税率服务的4万 那你就要想想 免底的增值税 它在成建税的计税依据里面 是增项还是减项呢 那我们肯定要明确 它是增项 因为免底的增值税 它的实质含义 那就是你应该在国内缴纳的增值税 那我们在这个出口退税 算总账的这个大前提下呢 把它一起合并的来计算了 但这部分它是属于国内业务的是吧 那它是这个涉及到 是吧 国内应该较增值税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考虑了 那就是这个作为加项 咱们得把它放到里面 放到里面 而且呢 我们要说了 是什么时候放呢 什么时候放 那这就应该是叫做 下一个纳税期 是吧 那我们是9月份核准的 所以呢 10月份下一个纳税期 好 接下来又提到了 9月 9月份收到了叫做增值税 是吧 留底退税额 收到的留底退税额呢 这是退给纳税人的 所以在你的10纳税额里面 这应该是减项 而9月份收到的 那我们说可以在以后 以后包括9月份当月 也可以是以后的10月份 11月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在9月份里面 是吧 收到了 那我们就在 因为9月份都过了 现在是10月份的 这个申报期了啊 所以9月份收到了啊 他当时没说 那我们就应该是在 10月份 是吧 这样呢 他是涉及到的 这个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有了 有了计税依据 那我们再乘以 承建税的使用税率 7% 这就是他的应纳税额 所以这个算出来 应该是4.48万元 C选下 好的 有了承建税的计税依据 这是关键的关键 那税率呢 75%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 所以他们的这种结合 那就是我们应该交的 承建税 所以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考试当中的 这个单项选择 小计算当中 是经常有命题的 那我们给大家 先列举一个 稍微简单一点 说的是 位于某镇 那这个地理位置 一出现 那一定就意味着 我们的承建税 后面让你算了 而对应的税率呢 那就一定是不给我们的 所以 这个承建税的税率 是吧 城市7% 县城镇是5% 好的 这样呢 我们告诉你了 啊 他的地理位置 确定了税率 下面来看一下 他在7月份缴纳的增值税是50万 50万关键 他是其中含 进口环节的10万 那他既然其中含 我肯定是要给他刨去的 因为进口是不争的 如果他没有这么说 但是另外还有进口环节的10万 那个10万就不加进来了 还有缴纳了消费税是30万 其中进口环节的是10万 因此呢 他也是其中含的 要把那10万给他刨出去 因此呢 还剩20万 这个是作为实际缴纳的 交承建税的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税额 所以他们乘以5%的承建税的税率 这就是咱们的因纳承建税3万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C选项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列举一个 也是跟咱们今年的 对承建税这个计税依据的 实纳增值税 有具体关系的 那就是免底税额呀 留底税额的事 是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的是 位于某县城的仪企 某县城那肯定是 承建税5%了 是吧 他在二年的九月份 收到增值税的留底退税款 看好了 留底退税款 那他们应该是在承建税 寄税依据 那个实纳增值税里是减下 这是留底退税款 咱们收到了 是吧 是九月份收到的 那现在告诉你在 十月的申报期 缴纳的增值税呢 应该是120吧 那其中的一般计税方法的呢 是100了 还有呢 减易计税方法的呢 是这个20吧 所以这里我们刚才就特别强调了 留底这个退税是吧 那他一定是在一般计税方法里面 才能够作为什么呀 才能够作为减项啊 作为扣建项目 他得是在一般计税方法里面所对应的 而这个减易计税方法里面是不能够这个扣建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们就在这个十月份算承建税的时候 把增值税 是100万 是吧 这里面可以减去一个200万 这减完了以后是负的了 那等于这个一般计税方法下呢 他是没有承建税计税依据了 但是还有一个减易计税方法下的20万 那这个是要交承建税的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十月份 关于这个承建税的计税依据就出来了 当然你不能够说 把这个负的100在这个承建税里抵掉 而是说你承建税在十月份就只能是100里面减去 能够留底退税这个扣掉的是100 是吧 那剩下的100呢 剩下的100 在下个月 你看下个月是11月份 好 那我们来看11月份 他的增值税是200万 而且告诉你呢 他都是一般计税方法下的了 所以在11月份的200万里面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留底退税 接着减 所以我们说留底退税呢 那他就是在你收到的时候 以后各期 什么时候抵完 什么时候算 这不是一共是200就抵完了 好 这样呢 再乘以承建税的计税依据是 5% 所以这个例题 其实我们教材上的一个今年新增例题 但是呢 他也是很有典型性的 那也需要我们在今年的复习当中 是格外加以注意的 好 这样 增值税 是作为这个实纳税额 它的具体确定 影响着我们承建税的这个计税依据 因为消费税的相对比较简单 好 那咱们的第二个知识点 针对承建税的 那就是税率计税依据和税额计算 是本章重中之重的内容 是一定是会考到相关考点的内容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是承建税第三个知识点 叫做优惠及征收管理 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一般考点 因为呢 承建税 它是一个附加税 所以他没有自己独立的纳税人 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积税依据 都跟着两个主税去走 当然也没有自己独立的这个减免税优惠 是吧 所以呢 两税要减免 这个承建税一般也就跟着减免了 不过这呢 我们来看一个就是现阶段的一个 就是临时性或者暂时性的 时间性的优惠 这个是单独针对跟承建税有关 而不是说你的主税增销的事 那我们对这个增值税的 这个小规模纳税人 另外呢 对于企业所得税里面所提到的小型微利企业 这样呢 咱们整个都是小微企业的 六税两费减免 这是从去年1月1号开始 一直呢 应该是222324 这么三年的时间 是吧 那我们说这个小规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业 还有一个就是可提供商户 那我们实行的是什么呢 就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来根据实际情况 是吧 可以呢 对六税两费 那就是在50%的这个幅度之内来进行减免 就相当于是减半征收吧 那这个六税里面呢 所涉及到的就有承建税 除此之外 像这个资源税 像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 还有一个耕地占有税 这六税 两费 就是我们一会儿提到的教育费复加和地方教育费复加 所以这就是属于它阶段性的这个单独的有优惠的 好 那我们提到承建税的征收管理 它一样 也是没有自己单独的 它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地点期限 以及它的缴纳 实际上都是跟着这个两个主税走的 因此呢 我们从2021年的8月1日起 就已经把这个纳税申报的时候的申报表 体现在了和两个主税 各在一起 像我们的增值税 它叫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我们消费税也是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所以它就已经是跟着主税来走了 这样呢 咱们在讲增销的时候 实际上是教材里有这个表 但是不作为我们考试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就不再提了 好的 关于成建税的征收管理 那我们也给大家通过一个简单的举例 说明一下 问的是下列关于成建税的纳税地点 这是征管的问题 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选项 就是纳税人应该在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地点 来交纳成建税 对啊 它整个申报表都是附在一起了 那B选项 纳税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的 在建筑服务的发生地来缴纳 那我们说在建筑服务的发生地 实际上它是要预缴增值税的 当然这个时候 它的成建税在那也要预缴了 那么C选项是代扣代缴 这个境外单位增值税的 在扣缴义务人所在地来代缴的 这很容易让我们陷入陷阱 没错啊 是吧 扣缴义务人的税率 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地点不对 因为这种情况下 是根本不用扣缴成建税 好 最后是受托加工应税 消费品的消费税 一般在受托方 受托的时候在受托方 也就是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所以这个应该是对的 因为我们说的是一般 因为呢 如果你要是这个委托个体工商户 来加工应税消费品 应该是委托方收回以后 所以除了这种情况下 其他的一般都是在受托方所在地 由受托方来代收代缴消费税 那同时呢 就代收代缴成建税 所以一般在受托方所在地 交成建税 那我们的正确答案呢 也就是选择了叫ABB选项 好的 那到这为止呢 咱们这个成建税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